好的 进入到双方的第一个回合 这边小孩首发的是爱丽丝 然后郑银和试者这边用的是KING 小孩这边好了 下段起手三段连招 继续压试这边中段 还是拖下盘 小孩 这个跳压郑逆泽 这个郑逆泽还是比较迷猜的 这局小孩还是势头很猛 用了14秒的时间 就解决了对方的第一个人物 可能这位银和试义试者 没有相关的一些参赛的经验 所以导致他可能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 估计上来还没有调整 对 他的自发是纳可露露 现在有两颗气 小孩又是板边一套连 下段起手继续连招 哇 这一下跳到逆向 但是连招出现失误 继续抬着下台 报BC直接带走 哇 这个感觉要穿三类啊 不出意外应该要穿三了 不出意外要穿三了 对 两个人打死对方 抢三抢三啊 抢三的 RT现在有四发能量 看五发了满了 看有没有机会能打到一套BC 哦 几个倒月期 哇 这下不错诶 机会 刚刚 哦 又是凹 凹还是凹的蛮准的 小孩也凹了 哦 花一个波 打乱动了 开BC 不出意外带走了 哇 直接迈个 speed杀带走 哇去 那小孩是率先先拿下来第一局啊 感觉就是吊打呀 小孩一比零一千 感觉还是有意思啊 毕竟小孩 毕竟世界冠军 对 世界冠军啊 好的 双方不选择换人 宋温暖啊 你和正义吃者加油啊 本次比赛 对 这是中国 中国赛区的比赛啊 谁赢 谁能够赢到三个大的回合 谁就可以获得胜利 抢三局啊 现在八强抢三吧 bio5bio5 对对是bio5 好 孩子连续的正义则 RP已经不知道该防哪边了 依靠BJ 身亡收尾 残血 哇 直接被打晕了 非常少见哦 对对对 打晕了不是很少见的 而且打了一个P Profit 十四的晕 简直了 没谁了啊 想打晕还是比较难的 难了 你上去也能打出2P效果啊 就在4P效果 欢迎讨厌红龙梦 CMR7朋友 感谢白天不懂夜黑的西瓜 谢谢 跳带入一炮PC 小孩出现失误 打个一触还就 好 这一下不在板边 我去 大哥 第一次打了一个P 双P了已经 要打三P吗 好恐怖啊 小孩 闪一手吧 别打三P 小孩这个 应该要放点水吧 这就是世界冠军的实力 好 这下刚CD了 这边特位的话裸爆了一个PC 还是跳带入 下段新手连招 你则 还抢招直接被揍 就是同样的死法吗 完了完了 又破费他 差一点点3P 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 防了一个好像防了一个什么招 废了一支血 差一点点3P 好的小孩2比0领先 对 目前小孩已经到了 感觉没希望了 然后本次比赛还有个规则 就是输的一方 是可以换人的 但是胜者的一方 是不能选择换人 好 RP不选择换人 啊 RP不选择换人 给新人多点机会 目前来看小孩 应该是不想给机会了 赶紧接受战斗啊 好 这次 没有打perfect 没机会了 好 下盘 听着站中手的话 下盘的出发还是挺大的 看好距离 等一下又有多人房 直接被跳了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跟98C很像 这个系统设定的 98C就是没有bc啊 那可露露 这是来的试魂的妹子了 那可露露出版的时候 还是挺厉害的 但是随着版本的更新嘛 后边的话 就不是性能的话 不是特别特别的出众了 但是还是可以玩 又是中断 破盾防了 完了 对 但是尤其要更新嘛 欢迎绿董绿董加入粉丹啊 欢迎绿董绿董兄弟 出版的话 刷播69吧 欢迎咱们的绿董绿董啊 529了 欢迎浩哥啊 出场的角色更多 像初代的出版的时候 顺影爱丽丝这种角色 基本出不了 看得到后面的话 现在很多角色都可以出来 对 版本更新之后 就非常的强 哦 怎么干 这个缺反 这个应该不算 直接缺反吧 应该是缺反 是缺反吧 就是缺反啊 3比0 3比0 赢得很轻松 3比0轻松取胜 第二个人都没有见到 2个人都没有见到 4比5 5比6 8比6 5比5 5比6 5比5 5比6 5比6 5比5 5比6